泰国当地时间9号下午 泰国宪法法院判决总理沙马 主持烹饪电视节目违反宪法 根据宪法条款 沙马被立即免去总理职务 沙马8号在宪法法院作证时否认上述指控 他辩称之所以主持着党节目是出于个人爱好 不涉及受雇政外快因素 在法院作出判决后 沙马一直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 也没有通过媒体就法院判决作出回应 沙马被免去总理职务后 新总理人选成为关注的焦点 目前泰国各政党已经在酝酿此事 这一人选将对结束泰国当前的政治危机 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有关这方面的消息 请听新华社记者林硕 从泰国曼谷发回的最新报道 法院判决之后 来自沙马为主席的人民力量党的消息说 第一副总理兼教育部长宋采 向行使看守政府总理职权 由于宪法没有限制被剥夺总理职务的人 再次出任总理的条款 人民力量党所属国会议员法院判决后 举行会议 一致同意将再次提名沙马为总理候选人 清华社记者林硕 曼谷发表 沙马今年1月当选为泰国第25位总理 他是泰国历史上首位因祸判违宪 而丧失职务的总理 法院判决后 沙马所属人民力量党及其执政盟友 马上表示对沙马的支持 据曼谷媒体网站报道 联合执政党内出现反对再次提名沙马出任总理的声音 中庸民主党国会下议员议员吉提空表示 沙马被法院判决失去担任总理资格 不应再被提名为新总理人选 沙马再次出任总理不利于解决泰国当前的政治危机 在总理府内反政府的人民民主联盟示威者 听到法院的判决后环呼血跃 占据总理府的抗议者声称 不会马上取消包围和占领 领导抗议的人民民主联盟一名领导人 在总理府抗议现场说 抗议仍将继续 一些政局观察人士先前相信 一旦宪法法院判决沙马违宪 沙马自动下台 不失为一个打破眼下政治僵局的捷径 但沙马支持者和反对派 在判决结果产生后的表态 使这一预测显得过于乐观 路透社说 宪法法院判决并未提及沙马 是否有资格再次接受出任总理的推举 也不清楚沙马再次上台 是否构成违宪